大家好,真的很久不见了 还记不记得我呢?我是大老B 我的近方是生了个女儿 最近还第一次跟她去旅行 快点看看我们去大阪有什么玩 出局下,旅途愉快 正宜第一次坐飞机大家都很紧张 很怕她会吵到身边的人 幸好她很听话很乖 吃了奶后就睡着全程机 所以第一件一定要戴的就是喂奶巾 可以随时喂奶也方便保暖 而去到机场之后 爸爸第一件事就是拿车 因为可以方便BB休息 也可以令到老人家点对点 不需要走上走下这么辛苦 来日本就喜欢煮什么都没所谓 选了民宿是因为摊配有厨房 必要时就可以帮BB煮小粥 马上来到第一个景点 我们就选择了去大阪城公园野餐 由于我们选择了11月的季节 其实都开满了银行业和很多秋叶 所以一家大小野餐或者文青来打卡 都是非常好好的 来到大阪又怎可以不去京都订个漂亮软呢 要欺贴的朋友就要留意 BB身上这件和服是在淘宝购买的 为什么呀 不是不想方程日本人 而是因为这么小的BB 可能未必有它的size和服 所以就最好自备啦 由港女进化成为港嬸港妈的我 为了拍这张合照 真是辛苦全家人了 由于套衣和路都不适合走太久 所以如果带着BB同行的你 就要看着身体 不要走太久了 换回衣服之后 我们去下一个景点 就是现在最流行的 猫头鹰之心 不过这一间就是没得吃饭的 但是猫头鹰就可以给你摸的 那团友们都相当满意 如果你都有小朋友 神户的面包超人本 我相信你不会陌生的 这次我们去到 可能郑姨也是太小了 其实她不太知道有什么玩 所以我们只是集中去shopping 你看她 其实她又不懂走不懂站 她也不太知道发生什么事 不过在食方面 她就很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所以如果小朋友是一岁以下 适合她玩的活动 有机会都不是太多 那大家就可以细心想一下 究竟这个行程你会不会选择 自驾游的关系 我们选了一些难去少少格涉的地方 今次去了北野二人馆街 里面有一些视角艺术馆 英国馆 法国馆 等等 由于她的票价都很合理 所以如果你不介意圆 这个地方我们也很推荐你去的 玩了这么久 不如说说吃东西吧 其实和BB一起 我吃东西都很随意 纯粹填饱肚子就算了 因为她都会动身动细 又不是很想坐high chair 这样 不过今次可能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她又很合作 所以我们就一起去吃神户牛柳 这间餐厅看到有BB 会很细心地和她玩 还会把食物切到细小分 方便她们吃 所以如果有需要 都可以选择试下和餐厅沟通一下 再来我们去到这间 宇治的手打面砖门店 外面有很多人排队 相信很多游客都会认识 那些面是咽咽咽咽的 连BB都会说 好吃 吃完饭 当然是冲凉拔骨直落 这间叫汤落的温泉 最出名就是这个鸭子温泉 里面有很多很多鸭仔 就是图中这个 当然我们里面不方便拍照拍片 不过冲完凉出来 那个食物又便宜又抵食 还有漫画看 说到食物 当然不要让它停 第二天我们眼睛少没抹干净 正所谓 就来到中枝岛鱼港这个食堂 其实它是一个一眼就望着的地方 不过食物非常新鲜 而且还很值得吃 很多当地人都来这里吃午餐 不知大家吃饱了吗? 我就饱了 不管它两个了 我们继续吃东西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不过价钱你望着一点 其实不是很划算的 所以大家到此一游 不断照顾DD就算了 差不多了 要介绍一个一定要会的地方 是意外发现的EON Mall 因为我们很多妈妈都会想买童装 那个童装很出名 有一间叫Mothers Way 本身是心齋乔友的 但是就倒了一粒 于是我就搜索附近还有哪间分店 就不小心来到这个Mall 就发现新大陆里面是简直集中型 超多童装 超多玩具 很多合用的书 甚至食肆的门口 都有一些儿童的玩乐 爬行区 所以妈妈们 爸爸们 记得要来啦 欢乐的时间过得特别快 又是时候说拜拜 我们最后来到Mandarake的心齋乔店 我相信很多玩具迷 就算没来过朝圣 都一定听过这个名字 里面有很多中古的玩具 不过它的价钱也不低 所以都是来看看 而且最重要是找回童年的回忆 物以罕为贵 越是难找的东西 价钱就一定越拿来 所以看了就当买了 都是不买了 拜拜 我会拍影片的了 但是其他更新的更新 就可以去翻生的大脑B专页 或者去我每天都会更新的Instagram 最后 这个是新东西 C-Line Moon 会讲一下美少女子子玩具 当然不少得 subscribe我这个频道 那我们是这样的了 下次再见 拜拜